ANCORCO CENNA还在 我一个客户 weeks 太瘫了 红酒 特に小品化 ойver 我一个客户ella 为了 命题创作 红酒 是烤题 他就看厨师如何探索 命题 坚果红酒牛排 菲利牛排精选牛里及尖端 分量最少口感最嫩 黑胡椒是牛排的好搭档 取心提味 牛排表面涂抹上了植物油锁住水分 再轻柔地给它按摩 让牛排松弛嫩滑 红葱头有独特的香味 肉油激发了它的香气 加入红酒 煮至浓潮 形成醇厚的酱汁 过滤后加入融化的黄油 融入它独特的奶香味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红酒酱味道醇厚 容易抢走后续菜品的风头 再加入酸子 一根果进行中和 让口感更加的平滑 红酒黑椒羊排 红酒黑椒羊排 孢酒被人 黑松露红酒烤鱼 红酒草莓特饮 红酒玫瑰布丁 我能见见这位女厨师吗 不不不 我是不会去见她的 不是 就是去跟客人见个面 又不是去相亲你 你怎么还害羞了你呢 不是我害羞 我是拍1123他害羞 这 什么 没什么 那 那1123他为什么要见我 我觉得吧 那人家应该是觉得你厨艺不错 人家想打赏你 打赏我 打赏 不会是要打我吧 沈经理这样啊 我这个人一向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算了 算了 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没概念 那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份奖金 本来要奖励你这样的 那算了 那 我对金钱是没概念 不过奖金就不一样了 这个奖金它不是一个冰冷冷的数字 它是代表你对我工作的认可 认可你啊 认可我 先去见人一下再说啊 你 看什么看啊 老板 你为什么非得见那一句厨师啊 你不是教我说不要在女人身上浪费时间吗 嗯 我说的是蠢人又不是女人 那你怎么知道她就不是一个蠢女人呢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我提出来的所有题目 并且教出来超出预期的菜品 是不是比你聪明 有道理 你 你你你确定你是个女厨师 你误会了 我是替那位女厨师来见陆总的 进来 陆总 陆总 她为什么自己不来 你 你要见的那位女厨师 担心她的长相 会 会影响你 引起您的不适 你是看不起谁呢 我们陆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多丑的都见过 怕她吗 请您相信我 我与她共事多年 我都不敢睁眼看她一眼 那我还真的是要开个眼界啊 请她上来 别别别 您眼界是开了 食欲可能就没了 我是吃菜又不是吃她 什么东西放下 这是她让我给您送来的一份菜品 说是您看完之后 就明白她的心意了 鸡蛋 老板 你这是骂你的吧 她的意思是 如果觉得这个蛋好吃 就没有必要 非要认识这只虾蛋的鸡 对 对对对 那这杯水的意思就是 吃水不忘不挖井 欲挺深的啊 就是吃完蛋别噎着 喝口水 是这意思吗 陆总果然和我们的女厨师 嫌疑相通啊 所以我更好奇了 我必须要认识她一下 你知道上一个 拦我们陆总的人 最后怎么样了吗 她最后怎么样了 怎么样 晚上再见 她来了 我还在这儿 没有 我还不让她 这儿 是 我还不想要 这儿 有 我还不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